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她们要叫做我们教会成为会员的见证,这是在我们今天主日服事的最后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今天会欢迎有四位弟兄姐妹,她们会加入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的成员,她们已经受尽,所以她们只是会把她们的会员从她们以前的教会转到我们的这个教会。 上个礼拜,如果你有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因为她们是来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四个弟兄姐妹,她们加入我们会员的。 因为最近这个月,我们在开始我们查考罗马书,我们已经有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我们还在读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第一章才读完一半,所以说我不会像那些神学院那样,花太长的时间去研读这本书。 我们今天,我们上个礼拜也是从第十八节开始查考,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 神用他的义去审判那些不义,他把他的义如何传递给我们这些不义的人。 保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保罗马书是这样开始的。 保罗马书首先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义,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在银行里的账户一样,我们的账户里面分文很不留。 我们需要神从他的账户里面向我们的账户传递这些新的消息。 所以他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公益呢? 因为如果你是百万富翁,有人说我要转给你十块钱,那些人可能就毫不在意你给他十块或者一百块。 但是保罗马书在这里是要强调我们银行的账户是一分钱都没有在神的公益的面前。 所以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账户上面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 所以说他从十八节一开始说,原来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如果我们回顾前面我们看的十七节这里说,这里他在解释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他是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一事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上个礼拜我有提到,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所显明这个词,十六,十七,还有十八节这里所提到这些,这些显明的都是神的义。 然后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神的福音是这么的好,是因为相对于那个好的福音,我们有一个坏的消息。 这个坏的消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是要被神的愤怒所审判的。 所以说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坏消息,就是神的愤怒会在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上面,会施行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同一位的神,他把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种类上面,就是有些事,有些人接受了他的义。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承受了他的义,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还有荣耀,尊崇,还有平安。 这些我们在第二章就会慢慢地学到,而那些如果生活在不义之中的人,他们就会面临神的愤怒的审判。 所以等待他们的将是审判和大的灾难。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答案就是互相关联的。 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是说,为什么神的愤怒会报应在这些不前不义人的身上呢? 因为那些人,他们不只行不义,他们还抵挡神的真理。 第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显明给他们。 第二十节,神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说,当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看着神所造的这些明妙的景色, 这些山,这些树,这些核,你心里应该是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 因为从二十一节我们也看到,这是神的伟大的创造。 但是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所以我们本来是应该要因着神的创造去感谢神,荣耀神的。 但是这些无意之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他们无知的心是昏暗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向下的循环的趋势,就是会越来越坏的发展。 因为到后来,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去变为了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行走兽昆虫的样式,去敬拜这些偶像。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是彼此关联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问题就是和这个相关。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从未听过福音的人, 会怎么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地会去哪里呢? 就是有些人,他们从出生,他们生活在世上,他们到死去, 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字。 他们从不知道主耶稣是谁,他们也不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完全没有诺亚的知识。 他们不知道摩西大卫是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从出生,他们整个的生命到死,完全都没有听到神的话语。 他们没有,就是这种超自然的神的启示。 他们不知道神把他的爱子带领的世界为他们做的事情。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去到天堂吗? 因为,毕竟因为如果有慈爱的神,他会把一个从没有机会听福音的这样的人送到地狱去吗? 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篇道的时候,我读了一些不同人的他们的观点。 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有不只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甚至是有一些是神学院的学者。 所以,他们各持自己的观点,他们都说,神不会把一个人,如果他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送到地狱。 因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叫做包容主义立场,因为他们觉得神会把这些没听过福音的人,也给他们机会去天堂。 但是,另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只有听说过神的福音,接受主耶稣的人才能去天堂。 所以,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会下地狱,他们所持有的世界叫做一种排他主义。 所以,我们也知道,除了这两个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主要看这两个观点。 比如说,还有一些观点是说,有些人,他们没听过福音,他们死了之后,神会再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决定要不要毁罪,毁过,然后再接受主耶稣。 所以说,这是死后福音论。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们需要问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必须问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特别是神学方面的问题,你需要这样问自己。 你每次都需要问的问题就是,圣经是怎么说的? 因为你如果不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会用世俗的思想,去属人的这种逻辑去回答。 所以你会介入,带入你的情感,带入你的世俗的逻辑去回答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认的,是大有能力,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圣经是可以回答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和指导我们生活的。 所以,每次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圣经是怎样说的? 所以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从回答这个问题来开始, 圣经是失所你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因为如果我们不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就会去到其他的地方。 我们就会带入世俗的一些文化、思想、情感,去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一段经节就是在帮我们回答这一个问题。 就是十八节,我们说的。 我们看到,神的爱同样伴随神的愤怒,所以说这是同一位神。 祂既有慈爱,祂也有愤怒。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旧约中,神经常会有愤怒的行为彰显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祂也是蛮有慈爱在新约的。 所以说,我们在旧约,我们看到旧约诗篇中103章, 我们看到,神祂也是蛮有怜悯的。 蛮有慈爱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诗篇它也是说,神祂是慢慢地发露的。 祂不是快快地发露,是同一位神。 然后,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想想我们平时有多频繁地去犯罪。 如果神不是不轻易发露的话,那我们现在会怎样? 我们没有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祂的原谅。 而且我们也知道,神会原谅我们,就是圣经里所说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就是那一位不轻易发露的神。 上个礼拜,我也提到,我们每次都会太过于强调神的爱,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哪怕是现在,他也会释放他对罪的愤怒。 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对我们显明出来。 所以说,有些学者或者教师,他们尽量地去避免讲神的愤怒的那一位神。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在新约中。 神也告诉我们,祂的愤怒是会这样显明给我们所有人看。 所以说,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因为神的愤怒,让我们看不清楚神,祂的本性,就觉得这样的一位神是可怕的。 但是,我们也讲到,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每次讲到愤怒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人的愤怒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像我们所展示的愤怒是具有公义的。 而我们人的愤怒是不义的。 人所展现出来的愤怒,通常都是不义的,都是源于自我。 所以说,这就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是说,不要让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把神的不义所掩盖。 我们知道,神的愤怒从来都不是不义的,是与我们所不同的。 所以,如果神像我们这样轻易发露,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消失,就会从实在世界上面蒸发掉。 就像有一个闪电,现在击中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就被审判。 如果神像我们这样没有耐心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存留。 所以说,虽然我们在强调神的爱,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神的愤怒正在向世人释放。 所以说,有一个学者叫Jonathan,他是说,可能你记得他有讲过一个很著名的道。 就是说,罪人在神愤怒的手中,这一篇道。 就是说,当有人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主题来宣扬神的道说, 你来,我们来听神讲罪人在神愤怒之中的道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会来。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叫斯蒂芬的牧师,他在他的日记,他写着这样的一个见证。 他写的就是说,那些会员听了他的讲道之后,他会怎么说的。 他是这样说,在我讲到之前,我讲完之前,大家都很悲痛。 大家都在痛哭说,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救,才能够进入天堂。 我们要为主耶稣做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牧师,他就讲道,就是说,这样的悲痛和痛哭是非常让人警醒。 所以说,这个叫威乐,他祷告之后,就是他们讲完道之后,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彼此的沟通。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大人,他的惊叹的大人是说,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靠近这个讲道,那一天,马上他们因着神的大人,他们悔改。 然后他们就从神的大人中得到了安慰。 因为这些灵魂,他们在惊慌什么?他们在担忧神的愤怒。 然后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得到安慰。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从神的愤怒中得救。 他们能够从罪人中与神重新联合。 然后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子之后,我们心里就会充满的平安。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最坏的一个消息。 但是因着这个消息,我们却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去领取这样一个免费的最好的消息。 我们知道,神在祂的愤怒之中。 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是说, 你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祂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祂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看到了神的一个属性,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神其他的属性。 所以神是慈爱,但是祂也会有公义的愤怒。 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也是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无一例外都抵挡了神的真理, 没有去荣耀神,去敬拜偶像。 所以说我们看到,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罗马书的第一部分的主题就是, 既是对外邦人讲的,也是对那些犹太人讲的。 因为神祂以自然的启示,让我们知道祂的存在。 就像第20节这里讲到, 但是人却去抵挡神的荣耀。 不仅没有去荣耀神, 他们不仅没有去荣耀神,去赞美神,感谢神。 他们却去敬拜偶像。 那些虚坏的人的偶像,那些飞禽走兽和那些昆虫。 这是二十三节所讲到的。 换句话说,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着神这样自然的启示而得救。 反而是, 神这样通过自然向世人展示祂的存在的时候, 因为人的抵挡,反而会受到审判。 所以,世人知道了神的存在。 他们不仅没有俯伏敬拜,反而去远离神,抵挡神。 所以,假如我们看到在非洲最深处最偏遠的一些部落的那些居民, 他们在敬拜某些动物啊,石头啊,或者是树木。 所以说,他们被称为叫做泛宁论者。 他们就是真的在做刚才我们看到二十三节所提到的。 他们把神的不朽的神的荣耀去敬拜这些飞禽走兽。 换取这些朽坏的偶像。 所以,这些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偏远的部落的居民, 他们并不是无辜的。 他们是有罪的。 就像我们在第二十节所读到的,他们是无可推诿的。 所以我们再一次提到,回顾为什么这个神会愤怒呢? 就是因为答案就是罪。 所以,诗篇第十章说到,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 因为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犯罪。 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祂会审判每一个人每一天。 你不用去看其他的,你看一看自己。 如果你现在已经起来了几个小时了, 你回顾一下,你从你睡醒到现在,你所犯的罪。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人? 你有没有厌房过任何的人? 你有没有讨厌,在今天清晨你有没有讨厌过任何人? 你知道,我们的神,每一天祂都因为罪,会有愤怒。 祂并不是为着某一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把每一个人的罪这样加起来, 这样的罪是何等的巨大。 但是,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人。 你知道,如果当一个人犯了罪,来到这个判官的面前,他这样说。 这个法官说,今天我的心情很好,你虽然犯了谋杀的罪,但是我就让你这样离开了。 你说这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吗? 当然不是。这是一个不义的法官。 所以,那我们是谁具有这样神的公义的呢? 我们看第三章。 罗马书在第三章讲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因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一样。 不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你觉得这段经文讲得不清楚吗? 那我们看看谁是属于罪人,得了一个行列。 就是我们世上所有的人。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一人。 没有人明白神的道,没有人寻求神。 没有人行善的,是一个都没有。 你并不是需要一个希腊学者才能学会神的话语。 这神的经文都是非常通俗易懂。 我们知道神之所以要实行审判,是因则罪。 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圣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你知道圣经中讲了很多的故事,包括诺亚方舟,约拿和鱼的事情。 这些故事都是讲述了一个重要的事就是, 神如何为了要拯救祂的子民, 为了去把祂的荣耀带给我们。 所以说,我们在《创世记》中讲到的, 给小朋友讲到的这些圣经故事, 我们都是讲到的一个主旨,就是, 我们这些罪人是要靠着神的荣耀才能得救。 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这些讲到, 我们看到神创造世界是美好的, 从第一章开始直到第三章的时候, 人就堕落犯罪, 然后剩下的所谓的圣经都是讲神如何把救恩带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起书里有看到神最后的预言, 我们与祂同在进入天堂,进入永恒的生命。 但是我们知道,神祂救恩的计划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祂被埋葬,祂复活。 这就是神救恩计划的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不管是在旧约中,神一直在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约定, 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地上再有荣耀的君王, 当然他们也是不够好,他们也是有犯罪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旧约中, 他们那时的人是要不停的献祭为着自己,为着他人。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君王,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先知和君王。 所以说我们看到新约,新约就告诉我们这一位完美的这一个国王先知和祭司是谁, 所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祂去到了十字架上, 祂在十字架上死被埋葬,然后第三天复活。 这就是我们,就是神祂的救恩计划中的高潮。 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他们能进天堂,其实也是错误。 所以第五点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看到,这里有很多很清楚的圣经的经节讲到, 我们必须得要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才能进入天堂。 你有看过,我们都知道,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愿意加上祂独生的爱者, 为我们的罪定的十字架上, 就是每一个人愿意承认主耶稣, 所以祂救主的人才能得到永生,不致灭亡。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另外的两节, 你有没有记住的约翰福音, 所以说神派世人并不是为了要审判这个世界, 乃是为了去把祂的预言都认成就, 因为能够认识。 因为他们靠着心, 是我们只有信号主耶稣的明智的人才能得救。 这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是说,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是提到,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生命是指导来永恒的生命。 最后,我们要看一下传道的重要性。 我们在问我们在教会里面去传道对一个教会重要吗? 或者是为什么它是重要的呢? 如果那些没有接受, 因为如果那些没有听到的人, 他们可以进到天堂, 那对这些传教师来说, 对这样的传道的侍奉不就是完全没有意义了吗? 因为如果这是真的, 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去传道, 让他们在他们的无知中。 因为如果他们听了神的福音, 他们拒绝了主耶稣, 那他们反而要下地狱。 所以这些传道师和宣教师, 他们就会反而被谴责。 因为他们去传福音, 反而让人拒绝了主耶稣, 然后他们甚至就会被下地狱。 所以与其这样, 那我们就干脆不要去传福音, 让他们在无知中度过他们的余生, 让他们没有听神的福音, 反而给他们机会能去到天堂。 所以我们看到,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到二十节, 罗马书, 这些都是讲到传福音的重要。 所以因为这就是讲到主耶稣, 他在告诉我们, 传福音是他最后的给我们的任务。 如果我们去到罗马书第十章,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第十章的第九节这里。 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因为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没有奉差遣的, 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合得美, 加美, 只是没有人听从福音。 十七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如果有的人真的是一生都没有听过主的福音, 那他们还可以进天堂的话, 那我们就让他们, 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世界中, 不要去打扰他们, 让他们继续在无知中慢慢的生活。 因为我们给他们福音, 他们拒绝, 我们就会是, 让他们下地狱的根源。 所以, 从这些点, 我们可以, 我们从圣经的观点, 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人从没听过福音, 他可以去天堂吗? 所以说, 我们知道, 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 就是拥有神的义, 而获得神的义的唯一途径, 就是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 所以, 主耶稣是唯一我们进入天堂的原因。 但是, 我们这样看, 神祂这样做, 是不公平、 不慈爱的吗? 那我们来看, 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 如果我们在说, 神是不是公平和慈爱的, 那谁现在开始做这个审判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是人。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做审判, 而且还是审判神呢? 所以, 我们看到, 如果神, 他如果因为这些人对福音的无知而放过他们, 那他就不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官了。 但是, 我们应该惊讶的是什么? 惊讶的是, 神会拯救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亏取了神的荣耀, 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这是不是一个很奇妙? 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机会能去到天堂, 这难道不是很奇妙的事吗? 你难道从中没有看到神的爱和祂的恩典, 他的慈悲吗? 他甚至会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恩的心, 是永恒的感恩, 因为祂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有些人会说, 哦,那些新生儿那些出生的婴孩。 因为他们刚刚出生, 他们也没有办法, 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理解神的福音。 所以说大家的观点就是那些新生的婴儿, 他们就不会被谴责, 他们会进入天堂与神同在。 但是, 如果神的公义, 神的审判的标准和我们自己来看, 所以神作为审判官是最, 拥有最高的权力来审判。 我们要相信神, 祂会做出这样公正的审判。 就像以赛亚书55章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恋非同你们的意恋,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恋高过你们的意恋。 法罗在罗马书后面也是说, 罗马书的前第11章的高潮就是, 神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或谁做过祂的谋事呢? 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吗? 我们到底是谁呢? 能够站在审判官这位神的面前。 所以说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18章, 他有一个访问, 他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交给你们。 因为亚伯拉罕说,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重复一次,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回答是什么呢? 我们的答案是, 他肯定会实行公义的审判。 所以我们把这些审判的工作是交给神, 我们不要自己去做这个审判官。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 但是同时也感受到了神的愤怒的原因, 他们是同一为神。 我们要相信神, 祂会做公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 神是公义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神父, 我们今天来到祢面前祷告。 求主, 守护我们的心, 用祢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宝藏。 你是那位公义的审判官。 你会做你实行你公义的审判,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误, 你没有不义, 你没有不公平, 你也从没有偏袒。 所以神啊, 我们把审判的权柄交在, 顺服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看到, 今天我们, 这些境界都不是从人而来。 所以说, 当我们遇到任何世俗的问题, 或者是属神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问我们自己, 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 圣大,我们今天继续为着我们心中的喜悦祷告。 圣大,我们今天继续为着我们心中的喜悦祷告。 为着你为我们全人类提供的这样奇妙的救恩。 我们甚至, 在惊讶你为什么甚至会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 因为保罗靠着圣灵他承认, 他是罪中的罪魁。 所以, 所以感谢主你拯救了我们。 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背逆你, 如何去选择去遵从我们自己的心。 但是你对我们还是这样的良善和有这样的慈爱。 你是何等的忍耐。 你不轻易发怒。 所以今天神求主让我们能够维持感到喜悦。 同时我们也看到你对我们的福音是免费的,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 让我们继续做你的工人去把福音传递给世界, 来收获更多的迷失的生命。 求主, 也是吃我们力量去做你的工。 奉耶稣基督得神的名求。